歡迎今天我們熱鬧樂壇的嘉賓 我要逐一介紹 而他們的出現完全是因為這位女孩子 樂兒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掌聲 那種掌聲的齊齊齊齊 好像播帶一樣 按出來 其實是真實的 樂兒上來後是介紹自己的單曲 而因為這首單曲背後有三個很重要的男人 就一次過請他們上來 分別有作曲的周國賢先生 早安 還有 還有 有份編曲 還有這首歌的監製高佬 嗨 嗨 所有真的請他出來 在電話中 我差點說請他上來 百無禁忌 柏堅 嗨 嗨 終於上來了 對 在電話中的柏堅 就是這首歌的填詞 新歌是叫做 Never Walk Alone 所以也是配合這個題材 陪著你一起上來做訪問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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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波堅 之前EOS有姐妹陪著你 現在樂兒應該是先獨立發展主義 已經來到第二首單曲 暫時是先獨立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我們有其中一個團員 即是一個團員 他去了澳洲那邊讀書 所以公司就說 就當他好像去了澳洲當兵 那樣 即是那些男團 對 韓團 偶爾要當兵就不見了一個 對 各自成員先發展 那你就先按你的位置 對 嘩 聽到 所以 今年也是速度發展 找不同的歌 這一首《Never Walk Alone》 和你上一首的排台 其實在曲風 或者題材 整個vibe 都很不同 老闆有沒有跟你說 你今年獨立 我就已經設計了 聽到他的聲音 哈哈 自動的腦袋 已經把他的聲音淋進去 By the way 是不是老闆和杜先生 會和你開會設計 還是杜太 其實他們兩個都很有心 是他們兩個一起去量度 所有的 第一首歌 就是我參與的部分 其實這首歌 《Never Walk Alone》 老闆和阿泰 的參與度 比較高 而我說 唱情歌 都是杜先生提出的 這個想法 那你有沒有問 我要唱情歌 或 我為什麼現在開始唱情歌 你有沒有什麼問題 問他 其實我有 我有想過 但他有跟我說過 因為我之前有去台灣拍過 然後阿泰和杜先生都覺得 他們說 覺得我的愛情觀很遲鈍 即是他們說 我對愛情方面很遲鈍 哈哈 他們又怎麼知道呢 因為我們有 聊天 然後有些節目 會有訪談 那些事情 他們就知道 然後 其實他 某程度來說 他說這個慢歌 這個愛情觀是給我幾個挑戰 他想逼你成熟一點 或者是逼你在愛情路上經歷多一點 對 因為他覺得作為一個歌手 其實唱慢歌是很難的 因為你是要很有感情 你要很有共鳴 你的聽眾才可以感覺到 其實我也覺得自己 可能唱情歌方面 我的確沒有這個經驗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哈哈哈哈 即是想拍拖才唱情歌 哈哈哈哈 反轉了 哈哈 原來有一個這樣的契機在這裡 是呀 請問兩位 現在在我面前 不是Define裡面那位 我猜是 是先找高佬 還是怎樣 你們是誰接到杜先生那邊的邀請 不如幫樂兒寫一首歌 首先老闆很有客人 他真的 很細微的東西 他都會開一個Zoom 老師動眾到十幾人一起 Zoom meeting 對 很有心 即是開這首歌的項目 對 我也沒試過這樣 對 搞到我想簽過來 他們兩個都 哈哈哈哈 他們兩個來 哈哈 開心啊 杜先生應該沒有男歌手吧 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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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是怎樣發生的 是先找高佬還是怎樣 找了Andy 找了我先 他跟你說什麼 杜先生 周仔 我就想要一首情歌 好有趣 你過台灣那時候還是怎樣 我是今年 幾個月呢 春天的時候 我就在台灣見過他 當然 柏堅 我也有見過柏堅 一起的嗎 那個飯局 是 打火鍋 是打火鍋 是打火鍋 哈哈 柏堅來你先演繹一下杜先生 周先生剛才是這樣演繹 是不是這樣 你在不在場 他說要一首情歌 我要玩GTR 哈哈 很在場的 但是很多東西要剪掉 因為 很多在月的東西 是 哇 像是很豪邁的一個飯局 所以那次就邀請你 他說要一首情歌 你有沒有第一個反應 當時其實是 是老闆娘想要一首情歌 其實是老闆娘想出歌 是不是 你知道老闆娘是歌手嗎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就是你那一下 有沒有第一時間反應 阿田要來唱歌 因為我去年看了她的舞台劇 我都覺得 剛才開始聊天 之後她再問 你可不可以寫一首歌給我 我說可以 就打開了這個寫歌的話題 之後到 樂兒 你要演一首慢歌的時候 杜先生突然那一刻就說 喂 那首慢歌 我以為是阿田那首 不是我是給你的 我以為是給你 阿田要來的 是的 但是我突然間有點壓力 因為 如果要 Taylor Maid Taylor Maid Taylor Maid 第一首歌給你 量身訂造 給樂兒 是的 那我 因為我現在寫情歌的方法 跟以前不一樣 我要記憶我十幾歲的時候 如果寫一首情歌是怎樣 反而是一個難度 因為你覺得 量身訂造給樂兒這個年齡層 就未必是你現在那種寫法 是的 很純粹 即是想回地下街那些 那個年代的你 還要比地下街 還要比地下街 可能還要比地下街 但是 你寫給阿田那首寫了沒有 未得到這個指示 我不敢遠寫 我也不知道有這件事 對 對 我以為是 以為我寫給你 對 我不知道 杜太太原來有這個想法 他有的 我想聽 我很期待 你自己問他們 我以為我不知道 寫給杜太太那種方法 或者方向又完全不同 是的 那你有了壓力 但是也會寫 你第一時間想起的 就是你以前的那種感覺 還是你都會考慮一下 現在 樂兒 或者他的世界 是怎樣的 我沒有 反而問回我自己 我 就是 二十歲前拍拖的時候 那個感覺 那我覺得是 因為其實木刻也有一些 戚戚然的 我可能是一些 開心點 純粹點 有個Happy Ending 無論如何都會有個Happy Ending 的感覺去寫 嗯 嗯 我想應該是不是 可能感覺沒有那麼深入 是的 其實我也很喜歡聽你的歌 但可能近年代 我喜歡坐壁偷歌 竟然 對 我很喜歡這首歌 好像從來沒有人說過 真的 我很喜歡這首歌 你先說一下為什麼 為什麼 你不是一早說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寫一些那些給你 寫那些給你 寫那些給你 哎呀 對 但我覺得我可能還沒有Carry 對 因為其實那首歌 你現在很想起一首歌 我想聽一首做壁偷歌 哈哈 對 那首歌 我很喜歡那個曲 就是在我Emo的時候 其實我會聽的 就是 對 還有一些歌詞 我覺得很觸碰到我 就是整首歌 就是它的Rhythm 它所有東西 它會令我個人沉思 就是好像 很令我代入情緒 但其實我這首歌 我覺得是適合我年紀 你聽了Dreamcatcher 是上集 對我來說 啊 連著這樣聽 喂 作壁偷光那期 你是 你是 你是多少 大概什麼年紀寫的 作壁偷光是 129 不是推出的時候 就是你寫這個旋女的階段 是因為一部電影 那時候是它的插曲 那就有故事背景了 是的 OK 我們了解樂儀多一點 最初的時候老闆就說 你比較遲鈍 是不是 但是你一收到 周國賢的這個Demo 應該是Demo 沒有遲 其實給你的感覺 那種遲鈍是你得不到 還是已經很有Feel 戀愛的感覺 突然出來的那些 你會不會覺得作曲的人 都挺遲鈍 在哪方面 我也覺得我遲鈍 反應 聽到Demo的時候第一下的感覺是什麼 其實我聽到Demo第一下的感覺 我是沒有傷心的 我是興奮的 因為 因為是周仔寫給我的歌 其實我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是 我收到消息的時候說 我有慢歌 其實我知道我是會出慢歌的 但我是沒有預期 可能是周仔寫給我的歌 其實我之前一直都很喜歡 周仔的歌 真的很喜歡他唱歌 所以我聽到消息的時候 我就會興奮 然後打開Demo的時候 其實我不是在聽首歌 我是在聽周仔哼歌 哈哈哈哈 就是在聽你唱歌 對呀 你的旋律 你的聲音 我能否傳一條Demo給你 謝謝 但我第二次聽的時候 我第二次開始聽的時候 我是都有些情緒的 嗯 我是會有代入的 因為其實他首歌 就比較慢 然後 他哼的時候 我會很自然地 想起我以前拍拖的時候 那些畫面 就有些少 好像有些少 細水長流 那些感覺 給我的感覺就是 那個Demo 由開始不疼 到然後就畫面出來了 是 但他聽下去 我的感覺 我第一個印象都是 他不是說特別疼的 嗯 但他就是有些少 傷感 對 但他不是很悲慘 很悲情那種的set 21歲這個年紀 在拍拖心目中 其實有沒有什麼 重點 或者是在你心目中 這個年紀 什麼是最浪漫的 這個年紀 他有成年 和可以結婚的年紀 就是最適合的年紀 這麼快結婚啊 哈哈哈 可以啊 我就是 當年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怕你說多些 你不要理人 誤會 大哥 是 是 很有憧憬 對於 他還沒去到很成年 所以其實可以很多事情發生 是啊 但已經不是一個小女 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情況都是 剛才所說的 是很容易被人壓 嗯 因為他會 有很多可能性 是 幻想結婚之後會是怎樣 這個美好世界是怎樣 是啊 所以 你如果叫他等待一件事 他是會的 可能 等我三五七年 或者不要太久 等我讀完書回來 等我不知道要怎樣 畢業啊 搞完一件大件事回來 同時 那類事情 他是會相信的 哈哈哈 我看到 你覺得他很順口 你感覺到他畫了自己很多 精明 畫了自己很多 哈哈 同時跟幾個女生說 同一件事 幾個女生都會相信 我覺得 在女生方面來說 他是會相信這件事 而願意等 然後我就覺得 不是這件事了 哦 現在我們在鏡頭前看到樂儀 你一開始都很驚訝 原來是這樣的 他會跟幾個女生一起說 對 我想問樂儀 你覺得自己 在愛情世界 是容易相信別人的嗎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很理性 嗯 我覺得可能 老闆 就是杜先生所說的 我可能在愛情方面 比較遲鈍的原因 我覺得可能未必是遲鈍 而是我實在 太過理性了 在這方面 即是不會一見鍾情 就這樣 有鐘頭前進去的那些 會的 很少 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 但我很快會令自己清醒 但是我覺得 很有緣分的就是 其實柏堅和周仔作給我的東西 是正確跟我初戀時遇到的東西 是相似很一樣的 但你有沒有說過給別人聽 我沒有的 我沒有說過 哇 他們真的可以讀到 對呀 很厲害 不好意思 很厲害 我覺得這個行為要求 默契 很默契 所以你的初戀也是一個等待 是 我想應該是 其實我本身 可能小時候 我可能有一點點戀愛怒 但自從那個之後 我就比較清醒一點 我想那時候 可能十幾歲的 就真的 周仔說的 十五歲十六歲的年紀 是真的會比較易握 對呀 梁柏堅你真的說中了 對呀 為何她今天這麼清醒 是曾經受騙的 也是 今天成功是因為 以前失敗過 通常都是這樣的 所以這份歌詞 對於你來說 你就要暫時扔走 可能所謂現在的 比較清醒 去回你的初戀界點 沒錯 我只要去代入 以前十六歲第一次拍拖的感覺 然後可能分手 在等待的那種感覺 樂儀給你的感覺 或者她的特質是怎樣 因為我一開始 我真的不認識她 是 因為我們從來沒見過 所以我也找了 Lolly Talk的仙儀 因為她是朋友 一起跟我製作音樂 因為很久沒試過 跟一個這麼年輕的 你不是有跟她們八哥嗎 我跟她們合作了兩年 我也是 突然間有一個 單頭的女生 有一點害羞 找了Cinney跟我一起製作音樂 對 她是很棒的 首先 總之進來 她第一天 進來工作室 她的氣氛很緩和 不用自我介紹這麼多 因為她們已經認識了 然後她會跟我 不斷在說笑 Cinney 所以她的氣氛馬上就很熟 聽到你們三個男人 對於這個項目 都有點緊張和害羞 和擔心 我在幻想 如果樂儀 如果我和Andy在錄音室裡 然後說你來了 那你進去唱吧 我覺得她會很害怕 是的 都是要大家先融洽 是的 還有Cinney 因為她有教唱歌 她在唱歌的技術上 她很有研究 是的 我想到什麼 我給她一個畫面 她可以把它轉化成一些 樂儀馬上聽得懂的東西 所以她是很幫助 即是沒有代溝 是的 本來我也覺得 其實還好的代溝上 在技術上 Cinney幫到手 代溝還好的 是的 是的 那在監獄完整首歌 亦都出來了 亦都相處過 樂儀的特質 以一個監製的角度 是什麼 她都很慢熱 其實真的 總之她第一次唱的歌 你覺得她不是 可能只是打開了一個心的70% 請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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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